20号下午1点男子持水果刀 走进士林区瑞兴银行 侠持民众得手30万后扬长而去 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被警方逮捕归案 冻结了嫌犯相关的一些资金 让嫌犯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那加上嫌犯的母亲 还有我们警方一个劝说 那策动他出来投案 20号早上11点 嫌犯先到善导寺站附近 窃取一辆轻行机车 到士林一带乱骑 骑到煤油之后又在附近 偷了普通重型机车 再到士林的瑞兴银行抢劫 林前得手之后 立刻搭计程车到光华商场 他先跑到邮局 费了27万还给地下钱庄 再跑到商场 想要买最新的iPhone 8 结果没有买到 只好先买iPhone 6 但他不死心 又跑到了101旗舰店找iPhone 8 最后还是没买到 根据嫌犯公称 他本身有购物的强迫症 他买的东西 几乎都是手机 还有就是汽车跟机车 他累积了很多的债务 那也跟地下钱庄来借钱 48岁的灵性嫌犯 有强盗诈欺侵占等前科 95年4月就曾经利用相同的手法 在文林邮局抢了28万8千元 遭判刑三年八个月 假释后因为缺钱又顾忌重施 之前也是妈妈劝说你 这样会不会让妈妈很伤心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 对不起妈妈 一送时嫌犯哭着说对不起妈妈 如今住下了大错 母亲伤透了心 再多的懊悔也无法弥补 再多的懊悔